七妾的争宠战争 4 作者侯文勇 在金平梅一开始不长的篇幅里 我们看见西门庆用一种惊人的热情 连取了孟玉楼 孙雪娥 潘金莲三个小妾 收用了庞春梅 不过在烟消味十足的气氛里 西门庆又疏隆了丽春苑的妓女李贵杰 西门庆在这方面的经历显然异于常人 疏隆 疏字的疏 灯笼的龙 从前厨妓未接客之前都结发为辫 第一次接客时也像民间婚嫁一样投上书妓 因此称疏隆 虽然不是正式的嫁娶 但疏隆厨妓的恩客也得给银两 坐衣服 订桌席 煞有介事的接受道贺 隆重的吃几天喜酒 还要在妓院里住个几天 李贵姐是李娇儿的侄女 在这个西门庆妻妾中 旧人党和新人党之间紧张气氛正在拉高时 李贵姐成了西门庆的新欢 这个消息 无疑给李娇儿孙雪娥带来千军万马的气势 题外话 很多人读金瓶梅时不免觉得纳闷 心里想 一个小小的清河县里真有那么多妓院 西门庆娶了两个妓女 又疏隆了一个 她和朋友喝酒玩乐在妓院 过生日在妓院 谈生意也在妓院 喜庆时 妓女也被请到家里来谈唱助兴 感觉上妓女像那卡西走唱乐团那么公开 妓院向星巴克 麦当劳 到了三部一家 五部一户的公开场合 这是金瓶梅的作者刻意夸张 还是当时的情况果真如此呢 我找了一下数据 好像事实就是如此 谢赵浙在五杂族里曾经描述过明朝中叶之后 娼妓普遍的情况 今时娼妓满部天下 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 其他并周辟役 往往有之 终日以门卖孝 卖银为活 生计至此 亦可怜已 而经师教方官收其税钱 定力支粉钱 除了女工除意外 中国古代良家妇女在诗字 写字 诗词 绘画 音乐上的文化涵养 普遍有限 然而出身妓院的女孩 必须在出道前 接受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因此文化水平大不相同 她们之中有许多是才貌双全 文武兼备的 这和我们对于现在妓女的想象 有很大的落差 在甲乙圣言 就提到一个叫薛素素的娼妓 说她 姿态艳雅 严动可爱 能书作黄亭小凯 游功拦竹 下笔逊扫 各具意态 又善持马鞋蛋 能以两蛋丸先后发 使后蛋机前蛋 碎于空中 这种文武兼备的才华 难怪连读书人见了都要心存仰望 不管容貌 风韵 甚至文化 才艺 在这种外面的女人 比家里的女人都还要置忧的情况下 妓院其实是带着时尚与流行感的 家境到崇祯年间 甚至有人举办各种连台先会之类的妓女选美大会 品评名妓 定定花榜 分裂次第 女状元 榜眼 探花 戒缘 及女学士 太史之称 把科举套到名妓身上 文人意淫的想象可见一般 更夸张的是 在那样的时代里 不止公娼要有才情色意 连私娼都得吟诗诵词 梅浦于谈理说 皇城外娼似林立 声歌杂踏 外城小民度日男者 往往勾引丐女庶人 私设娼窝 为之窑子 市中天窗洞开 则向路边屋壁坐小洞二三 丐女修容貌 裸体居其中 口吟小词 并做种种淫秽之态 屋外扶两子弟 过其处 就小洞窥 情不自禁 则扣门入 连私长都要扭捏作态的口吟小词 可见当时到妓院 是带着怎么样文化雅致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得到 明朝很多男人上妓院 与其说是去找女人上床 还不如说是去谈恋爱的 我们曾经说过 明代的男人娶老婆 凭的是媒妁之言 许多妇人就算拥有三妻四妾了 尽管性经验一点也不缺乏 但自由恋爱的经验 却不曾有过 这是妓院之所以迷人的地方了 妓女不管在容貌 才艺或时尚流行各方面 都拥有比家里老婆更多的优势 此外 她们还见广十多 接待过各行各业优秀的男人 并且还提供了男人最渴望的谈恋爱的经验 难怪明代的男人对妓院趋之若鹜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 明代妓女的定义和今天妓女的定义 是不完全相同 定要换算的话 明代的妓女更接近当代许多行业的混合体 公式大概是这样的 明代的妓女等于今天的性工作者 加名模 加流行歌手 加选美嘉丽 我们看到 娼妓文化在明末可说是公开 并且与庶民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 流风所及 不止一般老百姓文人雅士 甚至连官员侠迹也见怪不怪 尽管明朝禁止官员侠迹 但是这似乎变成了一件 大家心知肚明 却又说不出来的秘密 《摇山堂外记》里就透露过一段有趣的故事 三阳 也就是阳荣 阳士奇 阳朴 当国时 有一名妓女 齐雅秀 性极巧慧 一天 令劝酒 众未曰 辱能使三格老孝呼 对曰 我一入便令孝也 即进见 问来何迟 对曰 看书 问何书 曰 列女传 三格老大孝曰 母狗无礼 即答曰 我是母狗 各位是公猴 一时经中大传奇妙 三格格老可以一同上妓院 可见 侠迹虽不是什么高贵的行为 在当时的社会认知 似乎也没觉得下流到哪里去 这和现在的妓院被当成纯粹为了解决性欲的低俗形象不完全相同 这是阅读金瓶梅时必须先有的理解 李贵姐是李贵青的妹妹 姐妹花同是二房妾李娇儿的侄女 西门庆第一次见到李贵姐是在花子虚家 初次见面就被迷住了 看看这个场面 西门庆音问 你三妈也就是母亲与姐姐贵青在家做什么 怎的不来我家看看你姑娘 也就是李娇儿李贵姐的姑妈 贵姐道 俺妈从去岁不好了一场 至今腿脚半边通动不得 只扶着人走 俺姐姐贵青被怀上一个客人包了半年 家中好不无人 只靠着我逐日出来共唱 好不辛苦 这段对话听来尽管普通又家常 但除了提醒读者西门庆和李贵姐的亲戚关系外 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很值得细思的讯息 对话中提到李贵姐的母亲去年中风 需人照顾的事实 因此不难推想 新来的李贵姐会沦落烟花 应是情势所逼 照说李贵姐是这场妻妾战争里的心宠 作者在他正式出场时不介绍他如何娇媚 如何勾魂设魄 却先写他的出身 他先给五两钱片 之后又送了五十两银子 以及四件衣裳 五十五两银子可以买到像月娘房里小玉这样的丫头十一个了 也足以买一栋几百平大的房子 难怪姑妈李娇儿听到消息 不但不担心姑妈和侄女同睡一个男人有什么伦理问题 反而高兴的连忙拿了一键大元宝赋予戴安 拿到院中打头面 也就是打首饰 做衣服 订桌席 吹弹歌舞 花船锦簇 饮三日喜酒 这么多的聘金当然是一笔大生意 难怪圣贤的伦理道德一点也不重要了 因为在那之上还有更高的菩萨的伦理道德 那就是生存 疏龙了李贵姐 西门庆成天住在立春院不回家 吴岳娘的不安与焦虑不难想象 过去 李娇儿对吴岳娘这个正式的存在已经隐隐约约威胁不小了 现在有了李贵姐加入 翘一帮哄男人的氛围更是比潘金莲春梅还要夸张 看得出来 大老婆和立春院的妓女在抢男人这件事上完全是剑拔弩张的 岳娘接二连三派小司牵着马来接西门庆好几次 但是立春院这边则把西门庆的衣服帽子全部藏起来 不让她回家 情势一直僵持不下 过了半个月之后 眼看西门庆的生日快到了 吴岳娘再度派小司戴安来请西门庆回家庆生 吴岳娘的意思很明白 立春院再夸张也不至于连生日都不放人回家吧 擦枪走火的是潘金莲让戴安夹带的情书 这封情书西门庆才一接过手就被李贵姐抢了去 叫久有住时念念出来 这念完了情诗 李贵姐不高兴了 那贵姐听地 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 念朝里边睡了 西门庆见贵姐恼了 把贴子撕得稀烂 众人钱把戴安踢了两脚 这里西门庆的表演性质十分浓厚 请贵姐两遍不来 慌得西门庆亲自进房 抱出她来 说道 吩咐代马回家 家中那个淫妇使你戴安来 我这一到家都打个臭死 戴安只得含泪回家 戴安含泪回家 吴月娘一五一时听了她的回报 可不高兴了 月娘便道 你看嫩不合理 不来便了 如何又骂小丝 孟玉楼道 你提将小丝便罢了 如何连俺们都骂将来 潘金莲道 十个九个院中淫妇 和你有慎情食 常言说得好 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塞 金莲只知说出来 不妨李娇儿见戴安自院中来家 便走来窗下前厅 见金莲骂他家千银妇万银妇 暗暗怀恨在心 从此二人结仇 不在话下 我们看到 吴月娘和李娇儿之间 争正式的矛盾 不断扩大的结果 很快衍生出来 立场截然分明两个派系 一个支持吴月娘的新人党 成员包括了孟玉楼 潘金莲 另一个派系 则是以李娇儿为公主的旧人党 除了李娇儿外 孙雪娥 李贵姐 都是其中的成员 如果只把金平梅的争宠 当成女人间闹义气 扯头发的纷争来阅读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金平梅至今 虽然作者和人未有定论 但其中好几个 可能性很高的候选人 都是曾在明 嘉靖 龙庆 到万历年间 当过精官的 翻开同时间的历史 我们发现 明朝中叶之后的党争 到最后几乎是和金平梅中的女人争宠 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 不管是大臣 太监们的成群结党 相互之间的党争 正争 胜利者赚到荣耀与宠爱 失败者动辄被停障 或贬官撤职 这和金平梅里失宠的妻妻被体罚冷落 几乎是可以平行参照阅读的 想象西门庆市组织团体中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领导 妻妻们是立场不同的下属 这种以争宠为手段 明争暗斗的生存之战 就完全不止局限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争宠了 这是我们在看待这些女人和女人争宠恶斗的恶行恶状 不可忽略的背后更大的格局 西门庆成天在李贵姐那里过夜不回家 春心难耐的潘金莲上行下校 也跟着有样学样 私下和孟玉楼的小丝秦童坚肃 从两性平权的角度来说 既然西门庆可以在外面养厨妓 潘金莲也在家里可以包养小丝 事情只能算一比一平手 可惜在明朝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 并不是所有男人做的事情 女人都可以有样学样 很快的 这个潘金莲和秦童的奸情风声走漏了 风声之所以会走漏 管道有两个 一个是秦童自己喝了酒在外面招摇 风声传到孙雪娥和李娇儿耳朵里 跑去向吴岳娘告状 另一个管道则是潘金莲半夜行房忘了关门 被起来上厕所的小丫头秋菊偷窥到了 秋菊把消息泄露给小玉 小玉对孙雪娥耳语 孙雪娥在告诉李娇儿 两个人再向岳娘投诉 由于吴岳娘的不作为 这样的不作为当然是对支持她的新人党的包庇 事情终于闹到了西门庆那里去 暴跳如雷的西门庆抓了秦童来审问 从他身上搜出潘金莲送的香囊葫芦 尽管秦童极力辩称香囊是打扫花园捡到的 但西门庆还是硬把她绑起来 打了三十大棍 打得皮开肉绽 打完了还没气消 西门庆又直奔潘金莲访妹 不一时 西门庆进房来 吓得战战兢兢 浑身无了麦西 小心在旁服饰街衣服 被西门庆兜脸一个耳瓜子 把妇人打了一跤 吩咐春梅 把前后脚门也就是侧门顶了 不放一个人进来 拿张小影 坐在院内花件底下 取了一根马鞭子 拿在手里 贺令 淫妇脱了衣裳跪着 那妇人自知理亏 不敢不跪 真个脱去了上下衣服 跪在面前 低垂粉面 不敢出一声 西门庆问潘金莲 琴桶小丝身上 怎么会有你的东西 边说 边往潘金莲身上 嗖的一马鞭就打下来 潘金莲被打得疼痛难忍 哭哭啼啼的说东西是他在花园和梦玉楼做女工时不小心掉了 哪知道被琴桶捡走了 这一顿话说的西门庆半信半疑才渐渐气消 书上又说 西门庆又见妇人托得光赤条条 花朵般身子 焦蹄嫩语跪在地下 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 把心已回动了八九分 这里颇有SM的意味 西门庆把春梅叫来 搂在怀中 问春梅 淫妇果然与小丝有关系没有 你说饶了淫妇 我就饶了吧 春梅看出了西门庆要找台阶下 身为潘金莲的人马 可想而知春梅的说辞当然是一面倒的袒护潘金莲 那春梅撒娇撒吃 坐在西门庆怀里说道 这个爹你好没的说 我和娘成日纯不离塞 娘肯与纳奴才 这个都是人气不愤 俺娘们做出来这样的事 爹你也要有个主张 好把丑名顶在头上 传出外边去 好听 这几句话把西门庆说得一声没言语 丢了马鞭子 一面叫金莲起来 穿上衣服 吩咐秋菊看菜 放桌吃酒 至此 我们看到了潘金莲拉宠春梅的用处 也理解到结党成派的必要与必然 派系战争规模的扩张是主动 同时也是被动 即使是最远离战局的孟玉楼 这时也被迁入了战局 私仆事件既然牵涉到孟玉楼陪嫁过来的小私秦童 孟玉楼也无法不表态选边站 私底下 他明确的选择加入新人党 并且发挥了枕边细语的功能 孟玉楼对西门庆说 你修往了六姐心 六姐潘金莲并无此事 都是日前和李娇尔 孙雪娥两个有言语 平白把我的小私扎乏了 你不问个青红皂白 就把她屈了 却不难为她了 我就替她赌个大事 若国有此事 大姐姐月娘有个不先说的 孟玉楼一旦动作起来 聪明犀利的程度 一点也不下于潘金莲 她说 若国有此事 大姐姐有个不先说的 表示 连吴月娘都站在我们这边了 你还相信李娇儿孙雪娥的话吗 真要说起来 孟玉楼这话大有问题 以吴月娘稀释宁人的个性 她正好就是个知道此事也不会说的人 不过孟玉楼知道 以潘金莲 庞春梅和她家总起来 形象和公信力都还稍嫌不足 因此有必要把吴月娘也一起拉进来 吴月娘一直是个没有担当的大老婆 可是她却拥有这种 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神主牌功效的正式特质 这或许是长久以来 吴月娘能够持营保态最重要的理由吧 对付像西门庆这种耳根子软 好色 爱面子 却有意志容易摇摆的男人 身旁得宠的女人 轻易的一句耳语 绝对是威力无穷的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也是为什么妻妾的争宠战争里 甚至是唐妙的派系战争 人与人不得不结党成派 相互奥援 倾压的理由吧